這家剪 打火機 烹物罐 也都是不可以帶到比賽會場的 如果祝你帶來現場的話 只能通通就掉喔 皮膚白皙 長相甜美 笑起來還有一對可愛酒窩 網路超人氣美女陳樂樂 穿上警察制服 替世大運拍攝宣傳影片 超吸睛 跟那西服 打太西服 換上景深背心 熱褲 造型多變的陳樂樂 搭上新聞話題打完C腹梗 但人紅是非多 竟然有銀媒找上門 自己是代言那種 新北市警局的那個身份 再來加上自己的爸爸是警察 然後我這麼大的曝光量 他還要繼續 我怎麼可能說啊 姐 別鬧了 就是他們的隱私 相對的 你也會用你的隱私 連書思訊不只用文字 還留下語音 但一提到雇主身份 卻怎麼樣都不肯鬆口 只願意透露 酬勞5到30萬元 工作內容90分鐘或12個小時 客戶是某個盛世集團二代 內容就是要他當女朋友陪睡 身高163公分 體重60公斤的他 擔任主持外拍model 是世大運宣傳片中的女主角 也是新北市警察局代言人 形象健康 但遇到銀媒 竟然不是第一次 9月11號也有人要他 接下伴郵通告 當國內外博弈集團 老闆的臨時女友 上次就是對方是說被盜用 那就不是本人 那沒有辦法 他這一次是直接錄音的 那就你這個 語音檔應該是沒有辦法說 那個是偽造的吧 語音錄音留下證據 震撼網紅成了賣淫集團的目標 成了勇敢站出來發聲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 下一個受害者 接著微文宣 SNG小組台北報導